什么样的事情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啊 一般都会通过他们的声音或者他们的行为来表达 比如声音 大熊猫有九种声音 犬肺 有鸟鸣 有羊叫 犬肺一般就是它在生气的时候 它就会用犬肺来警告你 就是我已经生气了 那么你就要小心一点 然后它鸟鸣它也是一种提示 我在这儿又在找母亲的时候 它也会用鸟鸣 那当然还有一种最特别 我们了解它们的方式就是我们眼神对视 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养大的 它们的一举一动 它们的一个眼神 我只需要看一眼 我就知道它们现在心情怎么样 可以容易运出 就可以了 我们ismus бизнес 它们都是一种大圆 我就 patrim�片 aired六ителей 子环条 我们宝盖